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老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2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PGLDOTA2公开赛的总决赛 迷你司机对战老干爹BO3的第一场比赛 那么这里我刚才把声音管了 咱们把声音开一下 OK 咱们来进入到比赛当中 感谢莫小言赠送的68个冠军盾 非常感谢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BP 那么迷你司机这里现在在进行最后一手的班人 那老干爹目前拿出来的英雄的是沉默 沙王 火猫 小鹿 迷你司机则是拿出了土猫 老虎 大圣和巫妖 那么也都是这两天迷你司机打的状态比较好的英雄 中单的老虎 然后三大兵的大圣 这应该是 最后一手迷你司机选择搬掉的是猴子 之前的英雄搬掉的是夜魔 蝙蝠 蓝猫和一个电狗 那么这样的话老干爹最后一手差一个AME的装备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搬选 这个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黑了 画面黑了这个是搬选画面的一个bug 不用管 一会都好 一边各选出一个人就好了 看一下最后一手的这个班人 这场比赛应该是QQ的沉没 沙王应该是交给姚帝去打 然后小鹿是FY的三号位 火猫呢则是肯定是中单Maybee的火猫 最后一手老干爹选择是搬掉了这个原谅四节之一的死灵法 这场比赛原谅四节 老干爹搬了仨 那么最后一手是拿出了一个拍拍 拍拍熊 难道是AME的拍拍吗 这场比赛AME的拍拍确实打得也相当的不错 节奏很快 而且很紧凑 看看迷你司机的这个搬选 呃 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 那么迷你司机的最后一手拿出的是一个PA 牧师的PA 还真是AME的拍拍熊 AME的拍拍熊 FY的小鹿 那么迷你司机是三兵的大圣 娜娜的老虎 巫妖加上PA 这场比赛看前期对线吧 AME的熊战可以说是打得相当不错的一个点 MAYB的火猫也是老牌的著名英雄 著名的招牌英雄之一 这场比赛JBZ的土猫 那么 忍者的一个巫妖加上牧师的PA 这场比赛其实光看阵容的话两边倒是都有鸽子的特点 从克制关系上来看 火猫这场比赛应该是比较好发挥 因为这场比赛没有哪个英雄特别克制他 土猫还算是对火猫有一定的威胁 但是除此之外呢 火猫这个点在输出方面还是比较舒服 迷你司机这个阵容是突出一个脆 这几个人没有一个硬的 而且对于对方的这个法系输出 抵抗能力都不强 比较怕这种物理爆发 魔法爆发 这场比赛火猫加上杀王的这个技能 然后呢QQ如果357的沉默技能给的合适的话 那么可以直接把对方的这一些 三个大哥位起码在团战都是七手 应该可以秒掉一个 那么这场比赛 从阵容前期带节奏的能力上来说的话 土猫跟这个沙王相比的话 土猫的这个主动进攻能力更强 但是沙王的蹲人能力又要更强一点 做眼方面是提前做了这样的一个眼 进攻性其实蛮强的这个眼 前期对线如果在自己的优势度打的比较凶的话 这个眼位还是有点厉害的 JB在这里是绕了一圈 而且他的这个眼其实是早就已经坐在了中路 然后自己一个人是绕到了这个上路这个位置 绕到上路这个位置以后故意破了一个雾 然后呢让你没办法预判我的这个眼位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现在身上没有眼了 下路则是做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眼位 那么这样的话应该是一个三号位的下单 如果不是三号位下单的话是不会轻易去封掉自己家的这波这波大野的肯定是要自己拉着打的 大树的毒奶呢好期待没有毒奶我是一个我是一个这个从来不毒奶的解说 你们不要闹 专专业解说好吧 姚帝的这个杀王在今天之前的比赛当中表现的也是相当的出色 那么这里一上的这个眼就被巫妖给排掉了 巫妖排掉这个眼以后现在在初始的眼方面 目前姚帝身上还有一个假眼 这个假眼可能是要补给中路了 这两个人应该是有想法过来杀鸡吗 你们这两人杀鸡杀王不是一个能杀鸡的英雄 初期待的移速不够快 但是好像还真的是有要来杀鸡的意思 因为沉默也过来了 但是这两个人是重新绕了一下回到中路 准备是对牧师的这个中单PA动手 这场比赛为什么不让三大兵去优中路呢 你既然是选择要就是不让老虎中担 那你让三兵去中担这场比赛也是一个可以做的选择呀 三兵去打火猫这个火猫很难过的这个日子 下路AME的这个熊战 这里队友给上一个C减速 然后呢疯狂的一顿挠老虎这个地方好像是 老虎的地方感觉差点快被挠死的感觉了 然后我这里吃一棵树 我把自己一个状态稍微补一补 上路的这个小路面对对方 这个不是空了 一级的小路有一个不可侵犯的话还是不太好打 虽然说一级不可侵犯降低的这个攻速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猴王去打小路真的不是很好打 从现在的一个分路来看的话 老干爹是占到了一定的优势 而且下路的这个熊战配合沉默两个人的一个双减速 也是对老虎加上乌妖这两个人造成一定的干扰 现在就是等乌妖升二 乌妖到了二级以后给人一个冰甲的话 这个日子会稍微好过一点 中午的牧师这波很危险给人的感觉 这也冰狗回来还好比较机智 土猫哎呀送了 土猫这波送一些了 哎这个卡位 这卡位也能卡得住啊 这里给上一个TC JB在这里是吃了一个大药被队友砍掉了 这都没死啊 这都不死 这个MAYB是上路这里反而是被对方三大兵拿了一波单杀 MAYB其实这个没办法 因为他的这个炎阳锁是随机两个人 完全随机两个人 老虎一根箭射中 熊战这个位置要被射脸了 射死以后PURPUR这里再加一个平A 伤害不够打不死对方的老虎 这样开局2比0 这个土猫没杀真的是太亏了 MAYB当时是 手里有捆 他之前手里也是有捆的 但是他这个捆呢 由于位置关系周围兵太多 如果要贸然的捆的话很可能会捆到兵 而且概率很高 所以他没有在第一时间放捆 然后追上去以后临时加了一级无影拳 给了一个TC 结果差了一丝的血量 自己的这个火盾也是没了 三大兵呢在上路这个地方 现在是有一个毒球 不过面对一个已经二级不可侵犯的小路的话 三大兵这个攻击是比较难打出来的 两下这个其实还是占便宜 站在自己这三百射程上了 这个位置感觉老虎是很危险 这里给上一个V 土猫滚上来以后老虎跳走要反打 QQQ这个位置还再回头A了两下 身上的这个C伤害感觉有点高 赶紧吃一棵树赶紧吃一棵树 赶紧吃一棵树把自己的一个状态补回来一点 JBZ的土猫这样比赛的前期的表现还是比较活跃的 中路的补刀方面目前两个人差不太多 MAYB是稍有优势反补多了一点 但是由于这个火猫常年是需要用自己的火盾 在开着火盾的一个状态 所以导致他这个兵线是空不下来 如果换成其他的近战英雄打这个二级不可侵犯的小路 很可能打着打着你就发现就打不到对方了 下罗燕蜜又被对方给怼了 老虎跳过来一个星落再一个平A直接带走 这大QQ还故意躲了一下对方有可能射出来这根箭 那么中路由于经常是塔下刀 PA这个英雄不打下刀呢 由于有这个窒息阵的存在 所以塔下刀呢都不用担心补刀电刀的问题 就如果直接AA不到的话呢 我就可以考虑直接去选择 加补一个这个止息之刃的伤害出来 这样肯定是可以杀得掉的 我问一下咱们这个声音跟画面 现在还是很多人很多人不同步吗 如果还是很多人不同步的话 这个我就真的有点无解了 我已经把那个游戏就是直播软件关了重开了 我已经真的是把这个直播软件都关了重开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5分钟经济情况 大圣目前经济是全场第一 跟火猫两个人差不多 那PA的经济目前是排在第三位 土猫滚上来 这里一脚石头踢出来以后看一下牧师 牧师这里并没有往前跟进呢 你这个三级的窒息之刃 你真的不考虑给一下吗 火猫这里也是赶紧回家补一波 自己身上现在还有一发双倍 这个地方这个眼是新做的 但是看迷你司机这些人的这个动作 似乎是没有意识到对方在一个地方作眼了 老虎这里直接跳走 把自己的这个最后一眼的效果呢先打出来 打出来以后呢再往后撤一下 只不过这样的话会多挨一层对方的奥术诅咒 沉默的加点方式呢 也是二级的一技能 然后一级最后一眼 经济方面目前整体迷你司机是领先一些 由于这个人头术和补刀方面呢 人头术领先补刀方面并没有落后太多 所以现在整体的经济还是领先一些 经验方面肯定无疑是迷你司机要领先很多 因为在补刀差不多人头术领先的情况下 我经验来源比你多 另外就是乌妖的这个点 乌妖这个价格等级太高了 乌妖这个价格现在是等级高达四级 中路两个人都是六级 牧师这里手里有发加速神符 估计火猫对他也没什么欲望 耗一耗血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看一下牧师 这个火猫注意一下自己的血量吗 不考虑注意一下自己的血量吗 这里砸下来 直接选择是 船走了 三大兵这波其实有点贪 他如果选择是先给大棒子的话 这一波没准对方的这个火猫还真能杀 如果PA冲上去再出一个暴击就秒了 不过这个事太看脸了 过于看脸了 三大兵这波再回到上路的时候呢 对方的小路也已经是到达了六级 火猫也是来到了上路 这个三大兵应该是去了 这波跑不掉 小路在后排疯狂的输出 三大兵这波被最后被没臂以一个技能直接收走 牧师这里追过来以后找一下 哎呦 又是一个暴击 土猫滚过来 再接两刀 人头让 漂亮 让给了牧师 那这样的话是中路杀掉了对方 哎 这个杀王 杀王也要死 这个杀王的人头并没有让 选择是 JB在同胞自己一个大棒子 直接把对方抡死了 那么经济方面 现在 P还是能够追得上 对方 没臂的一个火猫 现在小路的装备是相位 加上一个呼二也是要再出战 AME这样比赛有点惨 AME这个熊战打到现在为止就两千块钱 熊战这个英雄前期一旦打成烈士的话 这个英雄会特别难受 关键是熊战这个英雄他不是一个刷飞的英雄 这个英雄很难刷飞了 他必须是一个打架打肥的英雄 然后这给上一分次 三大兵现在的装备呢 已经做出来了自己的一个听见 然后准备第一件装备还是更新一个 还是打算去更一个这个联机刀出来先 联机刀去打小路的话还是有些效果的 这个位置上 上来接穿刺 这里爆一个魂直接秒 漂亮 雷比这一波的技能打得相当相当的流畅 只不过现在的问题还是在AME身上 PA这个位置过来找到FIFI的小路 诶 这还顺便踢到了对方的沉默 JPZ这波有点强的方的技能有点太多了 对方这个最后一眼给出来以后说不定还真弄死了 你别说 但是这个智力 诶 没死 宁魂类顶掉了最后一眼的伤害 nice 这个确实是宁魂类起到作用了 由于奥术诅咒这个技能的单次伤害是不会超过50点的 所以它不会触发这个宁魂类的一个效果 这样等于最后一眼被对方宁魂类给顶了 尼加布狗的巫妖现在的等级是5级 那么10分钟的时候也可以比较稳定的升到6 火猫这样比赛到目前为止是一个无解肥 AME的这个熊战呢是比较穷 但反过来说娜娜的老虎也很穷 连续被对方针对了两三波以后呢 等于他自己的经济是一点变化都没有 这里小路过来给了两标 直接是把老虎的这个水量打成了一个接近半血 他说你自己游戏的声音延迟吗 没有 没有 就是会有一点点那个丢针这场比赛 偶尔就是有些技能打出来了 但是看不到的一个效果 丢针这个情况是偶尔会有 杀王这一春色 那么这波可以往回找一下吗 nice啊 这临死之前无标还甩了一个大招出来 可以清一波冰 这冰还真是都清了 这波冰是真都清到了 现在双方的人头数是7比3 经济方面基本上算是持平 PA在上路刚才打完那一波以后呢 自己的经济现在暂时是跟对方的火猫基本上拉平了 老虎的经济这辆比赛还是要慢慢去刷 因为这个英雄本身就不是一个刷得特别快的英雄 如果第一件装备仍然是选择这个散尸的话呢 这辆比赛老虎的经济基本上也就排在他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了 大概可以超到超过对方的小路 但是绝对在四个大哥里他肯定是一直排在最后 如果第一件装备出的一锤的话呢 有可能能超过对方的这个熊战 AME的熊战现在是草鞋加上一个戏写面具 手里边还握着一个风龄之丸和一个毒球 三大兵的大圣现在的经济保持的还是不错的 那么装备方面已经是快要做出来自己的这个 还差一千块钱就可以做出来自己的一个连击刀 看下下落这个位置 下落这里土猫 应该是想要给沉默 但是老虎的这根剑呀 没有找到机会 老虎的这个隐身时间也快到了 全能往回撤一下 现在双方的一个经济呢 基本上还是差距很小 经验方面 迷你司机的领先 基本上是在这个巫妖身上 巫妖作为一个五号位 他这样现在已经到达了六级 快七级 而对方这个五号位的沉默现在只有四级 所以这个主要的差距是集中在了这一个点上 其他人的等级 大哥位的等级 现在差距不是特别大大 看看老元爹的这一波开悟 这个老虎直接跳走 被对方一个TC给了一下 但是没有中 大圣这个地方又是看到了FID这个小鹿 但是他现在杀这个小鹿杀不了 对方这个小鹿满级的一个不可侵犯 根本都打不出来这个平A 上路这个地方同胞滚过来给上一个沉默 看到了本体一脚石道 老虎过来双发星落 PA过来两刀 最后是老虎拿到这个人头 这样这波击杀以后 老虎的经济是反超了对方的小鹿 其他位置的经济也是迷你司机暂时领先 大圣这个地方砸下来 再清一波冰 继续保持自己的一个经济发育 大圣这个英雄想要去主发育的话 最好的选择就是主丛林之五 因为这个技能确实在砸下来那一下 很廉价 就满节一百蓝砸一下 而且大圣这个英雄本身 他的这个出装一般会选择去出一些属性装 基础的属性装做的会比较足 再加上如果选择出连击刀的话 连击刀可以带来非常不错的一个魔法回复 像他现在正常情况下 加上这个天鹰界有4.1的一个描绘 这里火猫是找到机会来单杀了一波巫妖 干得漂亮 现在没必是很需要这种单杀 来把自己的这个经济稍微往上赶一赶的 因为法系火猫刷的不快 法系火猫我们常见这个经济排在第四第五 这样的一个位置 这是法系火猫很正常的一个位置 虽然这场比赛 没必一直把自己的经济保持的不错 已经可以说的是确实是顶尖的一个水里面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咱们直播间这边延迟的问题是什么原因 这个是你在游戏里边直接用这个观战 它那个东西叫做DOTA TV 就是我们在创建房间的时候 一个叫做DOTA TV的延迟那个设置 而如果你是通过好友观战 或者是OB位观战的话 那么这个就没有这么大的问题 就会好很多 这个位置是非对方直接 老虎这里开了一个大招 但是对方是插了一颗真眼 这个地方是有一点丢针的情况 这个丢针的情况是网络问题 牧师的PA这档比赛出装 肯定还是选择去做暗灭这个道具 有了暗灭以后 可以更好地去跟自己的队友找节奏 另外就是暗灭这个道具出来以后 火猫的这个生存 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它现在很容易被秒 这个火猫 就它这个现在一共11点护甲 然后只有1200血的这种火猫 面对对方一个已经有了13级 二级大招的一个PA 这个标暴击一下 上来再暴击一下就秒了 所以这个火猫现在的生存 比较成问题 它现在需要赶紧去出自己的装备 打PA的话 对于火猫这种英雄来说 有一个比较好的装备选择 就是刃甲 出一个刃甲去打PA PA跟这个火猫拼 怎么拼怎么死 就是你不打它 你要被这个火猫打死 因为火猫 因为PA也不硬 这个英雄本身 它的属性也不高 这里过来找一波这个小鹿 小鹿这波肯定是死了 PA上来以后 它的这个Blink 所加的这个攻速提升是130 正好可以抵消掉 满级的一个不可侵犯 也就是说PA Blink上来以后 在面对对方 这个小鹿的满级不可侵犯的时候 就是回到我的一个默认的攻速 不会受到你的这个 不可侵犯的一个影响 所以PA就打小鹿的话的难度不是特别大 看看这个应该是AME熊战的跳刀第一波 跳刀加上这里 杀王大吊穿三连 火猫崩魂 巫妖甩大 巫妖这个大招甩的不错 姚弟这里直接铺一个沙子 开溜 还行 这波很赚 这波等于是白杀掉了对方的一个老虎 又拖慢了一波老虎的经济 老虎这样比赛如果起不来的话这个经济 迷你司机有一个比较大的隐患就是没有后排输出 他们的这两个输出的位置都过于靠前了 大声这里打一下拉回一个沉默有没有 土猫的沉默刚才是没有拉到对方的这个火猫 好像是被无影拳躲了 由于这个咱们这个地方有点丢针 有点丢针 所以导致这个刚才没看清 但我估计应该是被对方给躲了 这里也给点石头吗 没有看到 这个地方过来的时候这个视野很僵硬 这个地方对视野刚好是被这些树挡了一个瓷石 Ami的这个熊战现在经济已经刷到全场第四 马上要超过这个大胜了 熊战这个英雄如果他就是铁了心想刷的话 就是出这个封脸 然后铁了心就刷的话 他打怪的速度不慢 然后如果他能拖到跳刀的话 他自己这个有了赶路的能力的话 那么这个英雄刷钱 就纯刷他是能刷的 但是呢不快 说的说破大天姐他刷钱不快 这个英雄 而且刷肥的熊战不吓人 你是刷起来的我也刷起来了 那同样装备的情况下 尤其是到了这个游戏的中期 大家装备和等级都起来一些以后 这个熊战其实如果是刷肥的话 他不厉害的 没有像这个打架打肥的那种 打架打肥的那个叫做此消彼长 刷肥的这种呢 就是纯粹靠着自己的一个 就是说白了就是以经济换经济 换空间换时间的这么一个方式 大胜了这场比赛也没着急 这远程兵直接被砸掉 那么火猫的这个飞鞋浪费了 火猫这个飞鞋浪费了有点僵硬 他本来是想着下路去刷一波 然后再上路来带这波线 那么自己现在一个人刷钱 两个人在蹲 F自己一个人在下路 现在手里边是有一把推推 有一个战骨 还是比较安全的 对方现在想杀这个小鹿难度还是很大 老虎这个位置看到对方小鹿 吃到了一把隐身身符有点蛋疼 眼看着被对方给吃了 只要自己回来吃一个赏金 经济方面现在老虎是7150 5张备已经有了伞 相位伞尸加上一个王者剑 可能太穷了 没出这个天气 杀王这里大跳穿三连 火猫崩魂 谣地这两场比赛的这个杀王用的 都是非常的漂亮 之前在与这个 老根捏之前打着1G 在1G的比赛过程当中 虽然说杀王是有了几次空大 但是仍然打的是不漂亮 老虎射了一根剑 射中了熊战 不过没什么太明显的作用 对方已经打完了这个肉山盾 大师往这儿交大 下来以后 这个沉默交了一手大招 看一下AME的熊战 这个熊战好像是要被打死在这个大圣大招里边了 火猫从旁边过来以后 FY也死了 这里一根剑 直接起身 中剑 贴脸剑以后呢 大圣再砸下来 这一波AME直接是带盾两条命 火猫完全没有找到自己切入的位置 因为他不敢进去 他没有魂 他手里边就只有一点这个魂的存量 如果他用魂飞进去 他就再也出不来了 而且他外边也没有魂 他进去以后很有可能就凉在里边了 所以这波他没有进 没有进去的结果呢 就是导致这个AME的熊战士被对方直接是杀在了肉山里 不过这波确实迷你司机也真的是一高人胆大 当时在这波肉山团开始之前 他们其实已经是来晚了 已经在自己来晚了的情况下 而且当时他们的PA是在上路被对方击杀掉了 这杀王一套技能打空蓝了 再加上一刀 最后是乌妖的一个瓶也拿到这个人头 小鹿好像还买活了 FI的买活也是白买 导致自己的经济呢 又是一下落后了对方老虎2000 之前的差距一直保持在几百只有 老虎这波感觉是要走远的一驾驶 对方的这个熊战也来了 跳过来以后恐怖跳不走 然后娜娜又是被对方击杀 这个四处死大哥 迷你司机这样比赛真的有点凶 不过打到现在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就是三大兵没怎么死过 牧师也是刚刚在上路第一波被对方击杀 这里落地一个大棒子 清掉这波兵以后一张TP亮起来 对方留不住了这个 杀王是跟他的TP几乎同时亮起来 这段shift给传辞应该也是来不及的 FI的经济崩盘 现在迷你司机的PA也是拿出了一个BKB 那么 接下来这段时间 比赛的一个主动权就落在了这个 基本上可以说落在这个迷你司机手里边 这场比赛如果要说翻盘点的话还是有 因为现在双方的经济差并不大 人头睡只有12比8 这个差距也非常的小 就看接下来的这几波团战打的效果怎么样 火猫选择的装备是做了一个风杖 风筝面杀以后出风杖 飞鞋 现在他的代线还是可以带一带的 往外 往外来会带一带还是可以的 还带的没电了 空中电然后你先玩一会别的游戏 画一会儿 画一会儿书好不好 你跟妈妈说一会儿话行吗 你先去爸爸一会儿陪你说话 爸爸说完张比赛陪你说话 现在上路的二塔呢 迷你司机这边也是无损高破 整体团队经济领先了只有3000 也不是很多 差距其实很小 现在的问题还是在于老干爹这个阵容 现在接正面团的问题 就是熊战他由于是刷匪的 你就会发现熊战当他跟对方经济差不多的时候 这个英雄特别容易被溜 他甚至比小狗还容易被溜 而且他比小狗更需要刚开始那几巴掌 把一个人拍死 PA在下路塔是被对方给了一个TC 直接把自己的这个捆在原地 不过队友并没有人敢往上走 大圣现在手里边的TP是随时可以用 装备方面也是开始在做这个BKB 熊战是一张TP飞回到了自己家的圣寒的位置 这是有一个眼的 看到了这个熊战 看到了这个熊战 老虎这里是开大了 开大以后是不是有队友都要过来呢 好像没有人过来 这是有一个沙王 但是这个沙王现在就自己一个人 火猫在这个位置是有一个魂的 可以杀 沙王这个地方摇大了开始 跳出来 BKB 开出来了 一个暴击直接秒杀 这一波牧师的反应是真的快 上路这里大圣跟对方的这个BKB熊战 单挑了一波 这个AIM打不过对方 直接被这个大圣给打成了一个空血回家了 火猫这时候回到中路 这有一个隐身扶着老虎看到了火猫 看见了火猫 三大兵这位置有点僵 这里一个TC 没捆到三兵 三兵这里还能吸一下吗 拼掉了对方的一个大圣 拼掉对方的一个小洛 但是娜娜的这个老虎又是送了一波 经济方面目前双方的差距是4000 老干爹目前在这个局面上 随着自己这个熊战的BKB和火猫等级的一个提升 其实现在这场面上来说 还是慢慢的开始有一点点这个跟对方打架的能力 这有一个眼可以看到这个土猫的位置 这个土猫的位置有点僵硬 树林里边这又看到了一发巫妖 小洛林里边想甩大没甩出来 没甩出来 那么这一波是莫名其妙的被对方抓了一波 一换4最后变成了一个 小洛自己在中路拼掉对方的一个大圣以后呢 是成功的完成了一波一换4 很漂亮 老虎这场比赛真是有点难了到处在死 去哪都被对方针对 老虎现在这场比赛随着这个火猫下一段装备 准备去做冰甲 他这个冰甲出来的话在场面上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 大圣的BKB也是做出来了 但是鸡死了 鸡死了 不过好在他自己的这个BKB的卷轴并没有放在鸡身上 牧师的装备现在选择是做的碎骨锤 下一个装备不知道是要做大云锤呢 还是再补一个别的装备 其实这场比赛 就目前这个老干爹这些人的这个装备来说的话 他直接补大云锤就可以了 有BKB的情况下 老干爹这些人对他最主要的输出来源应该是这个小路 其他人对他能够造成的伤害在 只要他能开出BKB来就没问题 BKB的PA相比BKB熊战而言 他自己有流人能力有追杀能力 所以比这个熊战还是要舒服一些 看看这波的开悟 主要我们第一目标是直接去找对方这个 哎这个进攻方向没找对 行了呀 自己这个眼呢刚好是到时间了 到时间没有猜对对方的一个位置 这样一波技能空掉以后呢 看看这个时候老干爹 对于下路二塔的一波进攻 这里 PA PKB开起来 被对方打了一个晕出来 沉默给上 小路开始给标 有没有下一个Bling Bling走一波 大胜交大 把所有人直接下跑 留住了沉默 沉默直接被带走 土猫再上来 留AME AME非常机智的一个跳刀 直接回到高地上 二塔高破 没有能够杀到对方的PA 这一波 没有杀到PA有点可惜 PA这边是选择去打一波远古 留了一个最小的远古不打了 拿这个最小的远古封你的野 你们不要跟我说这个改名字这个事儿 十九大期间什么名字都不能改 好像QQ名字都不能改 你还想让我改名字 经济方面现在AME保持的还是不错 那么出完了这个晕垂以后 刚才也确实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这波想要过来脱盾有没有成功 这个盾的时间有点这里搭上一个大棒子 一脚石头拉回沉默 这波杀王又是被对方直接带走 而且只是交了一些小技能 迷你司机现在老虎 老虎现在真的别再死了 老虎这样比再死太多 对方熊战现在手里面是吃到了一个隐身符 这个附近并没有针眼 这 被熊战找到结果 但是这个熊战杀了一个乌妖 被老虎贴身 开分身符一脚石头 大圣下来直接找后排去了 AME这里开启了自己的BKB 可是开完BKB你还是没蓝啊 PA过去找小鹿 我们先不管 接着看AME AME这个地方还是一根箭射中 这个时候大圣开一个BKB 接着追 PA开始转动干你的火猫 让你喜欢看他TC 我这里打出一个被动晕 再接着追着砍一个TC 再打一下 蹦一个魂过来 直接穿走 没有打死对方的PA 赶紧一个飞鞋回家 PA这个时候的BKB开出来以后 下一个装备准备做的是一个林肯 林肯这个道具这张比赛 你还别说还真有点意思 因为这张比赛能破林肯的东西 就是杀王的跳刀 还有小鹿的这个魅惑 还有就是沉默的最后一言 其他人都破不了这个林肯 而这几个 这几个的技能 除了小鹿的这个魅惑以外 剩下这几个技能 对于PA来说影响还真挺大的 不管是这个最后一言 还是杀王的这个穿刺 最主要是杀王的穿刺 现在迷你司机这些人主要是在这个PA如果林肯真的做出来的话 老林肯这帮人打不掉这个就彻底打不掉这个PA了 PA一旦开出PKB来以后 反身去打你的话 你这边是要死很多人的一波 这波肉山盾直接打完 熊战又第一时间冲上来了 先找土王秒 BKB开出来以后 PA跟对方的这个熊战刚一波正面 熊战被一个暴击1600直接顺秒 过来再找姚帝 姚帝一个推推没推出去 但是肉山盾是 还是PA拿的 还是PA拿的 这里姚帝过来被PA过来 一刀直接跺在脸上也是直接带走了 砸下来以后呢 沉默也是跑不掉 被对方一朝技能直接怼脸 迷你司机现在的这个优势就已经是可以说转化成盛势了 因为现在已经看不到老林家有翻盘的点了 团战的时候能够对这个BKB的PA造成最主要伤害的来源 就是只有一个梅虎魔女 但是梅虎魔女现在这个装备不行 没有MKB 而且呢 他现在的一个A帐也没有 再加上团战的时候 他总是被对方直接贴脸 这些火猫一个TC 躲开了对方的这根箭传走 赶紧吃一个圣禅 你司机这接着拆 熊战还有20秒 牧师这里再给上你一个技能 这里给一个标 牧师这个地方是真是想要送盾的意思 硬拆 顶着你所有的吹吹拆了 大家上这个位置开启BKB 牧师这队友给上一发微光 抬一手 三大明显要上树了 这边 上到树上的话 开大反打 瞬秒一个小路以后 看看其他人的站位 老干爹这个位置 熊战TP出来以后 完全没有切入的机会 这里PA过来 一个晕锤晕住 AME开起自己的大招 开启BKB 两个BKB的大汉 刚在了一起 但是熊战还是没有打过对方 由于MKB还没有做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 杀王再上来的时候 已经不能够产生足够多的威胁了 这土猫滚过来 火猫再传一下老虎 老虎这里没有技能 PA过来一个标标到了 那么上来以后一个大棒子 苦猫滚过来 再加星落一脚石道 那么火猫被带走以后 摇底也是打出了GG 那这样的话很可惜啊 老干爹这场第一场比赛呢 其实在初期 前中期都是一个 基本上可以说是军力敌的情况下 去打成了一个前期 基本上是军事 但是这场比赛可惜的 就是AME太穷了 AME的熊战一直是一个 他其实很少拿出来打 但是讲道理的时候 他的熊战 打的其实节奏很快的 但是这场比赛 由于前期太穷 所以快不起来 他这个节奏 快不起来的话呢 就只能是被对方 一波一波追着打 他只能自己闷头刷 你可是你这个英雄 真的刷肥了以后没用 你可以看到 当这个熊战刷起来以后 你拥有跟PA 同样的装备的时候 这两个哥俩 开着BKB对撸 你看这两个装备 其实很像的 都是一个相位BKB 然后呢 一个是碎骨锤 两边都有一个碎骨锤 区别只是单纯的在于 一个是封脸 一个是这个暗灭 然后这两个人 我们刨去这个 林肯法球所带来的 一个提升 这个装备在输出方面的提升 其实很小 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个装备直接忽略不计 但是即便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熊战打PA 他在没有MKB之前 他的输出有50%会miss 这个就很无解了 而且熊战靠的就是自己的 这个超强力量的第一波 一旦这个第一波打完了 你没有能够把对方打死 那么就再也打不过对方了 小鹿这场比赛 只能说是他自己的一个 实战的发挥 没有起到想象中的作用 被对方的一个PA 冲脸冲的自己也是有点晕 前排刚不住 熊战不肥 火猫也是 火猫不是一个刚前排的英雄 这场比赛如果熊战能刚住前排的话 小鹿是可以输出的 但这场比赛这个小鹿 没有输出环境 很可惜 那么第一场比赛也是失利 那么这样的话 双方第一场比赛结束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 给大家带来双方第二场的比赛 我是三号大叔 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感谢各位观众